新一家西纳巴兰国小的幼儿园 首先带来可爱的表演 让所有狮子会成员都看得非常的高兴 随后合唱团也献上美妙的歌声 感动所有狮子会的成员 师生献上这些表演来感谢所有人提供的帮助 今天非常感谢国际狮子会 中正狮子会还有北屯狮子会 他们主办的能够让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 帮助我们西纳巴兰国小的遮雨棚工程 那当初就是看到我们的风雨广场 是一个比较狭窄的空间 看到我们的学生所有的活动 大型活动还有我们的母亲节活动等等 都在这个地方举行 所以就能够配合我们学校 可以为我们小朋友造福 盖了这样的一个工程 让我们的小朋友未来带来很大的福气 由台中市中正狮子会与北屯狮子会带头募款 为西纳巴兰国小师生征建哲宇棚 希望借由这次的公益行动来抛砖领域 让更多企业团体共同关心偏乡小校的教育环境 我们是中正狮子会 那今天是来这个新纳巴兰国小这边 就是因为这个偏远山区的这个学校 资源比较匮乏 那所以我们这边就是有做一些这个社会服务 帮他们做一些风雨礼堂 让他们小学生在这个山区这边 他有多一点资源可以来使用 接收到的一些资源方面 这个相当匮乏 那我们在评估过后 就邀请我们中正师职会刘文超会长 那我们一起把学校这当光语教室 呃 哲宇棚 还有走廊那边啊 师座哲宇棚来讲的话 在使用上比较便利 比较安全 台中市多间师职会 长期以来关注偏乡小校 用心提供各项资源来协助师生 这次捐助曾宇棚 也为师生们大大解决日常帮活动不方便的地方 记者邱品逸 新的采访报导